新北市三重区民俗文化协会和在地福伦社共同举办长者围炉共餐 由志工们一人拿出一样拿手菜 福伦社精心安排了各种表演的活动 希望让参加的长者提前感受到过年围炉的气氛 长者们要围炉之前先跟着老师起来动一动身体 曾获107年新北市基优老人共餐据典的民俗文化协会社区陪伴站 特别举办长者围炉共餐 今天办的是百年岁末年宽 就是我们营华族纪络部 今年度大家都在一起吃个团圆换 那我们今天有福伦社第八分区 有山羊社还有南新社还有千禧社阳光社四社 都来一起来协办这个老人共餐 这场活动还有在地福伦社一同参与 包括主办的南新福伦社 以及共同协办的三羊福伦社 千禧福伦社以及阳光福伦社 精心安排了各种活动 在这岁末年中的时候呢 让我们的百慧营法族呢 能够感受到就是一种温馨 还有就是一个我们过年的一个气节 一个氛围 那他们就像我们的家人 我相信在这种融合的一个氛围下 他们一定是会有所难忘的一个感动 那他就是我们的家人 那这个活动呢 我们会一直办下去 也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共鸣 获达举办的共餐联营活动 大约有将近一百位长者一同参加 志工们精心准备自己的拿手菜 希望长者吃得开心 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方建凯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